中国木构建筑 好似一棵树的眼花 其中技术最复杂的就是斗拱 最简单的组合也是斗拱 一块像橙米的斗 一块像挽起的弓 斗上制弓 拱上制斗 斗上又制拱 结构千篇一律 造型却又千变万化 清代工程做法则立列举的斗拱形式 就有三十多种 斗拖着拱 拱又拖着斗 有一点绽放开去 使宫殿如同一棵参天大树 舒展 沉稳 中国建筑 如果把所有的墙都拆除 依然会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 斗拱一层一层伸展开 扩大了衡量的着力面积 将大屋顶的重量向下传给立柱 架起一座木建筑 架起一座木建筑 其实到了清代 建筑结构已经变化 梁的承重功能加强 斗拱变得更精巧 更漂亮 成为建筑装饰的一部分 它自身也被画上隆重的色彩 承载木建筑 辉煌的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损毛结构的虚伪 相互吻合 又相互留下余地 这份余地 在有形的木与木之间 也在无形的心与心之间 斗拱城街的不仅是船梁住房 更是中国建筑的物理 心理 哲理 每个中国人的心底 都有一棵树 在自己田边种着树 在树边搭建屋 世世代代在木建筑下生活 在梦中 隐约看到祖先 如何在广袤森林外 再造一座森林 紫禁城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木建筑群 皇帝 皇帝重新将一棵棵树 种出世上最华丽的大森林 当他在坚农 纵观西方著名建筑 埃及的金字塔 古希腊的神庙 古罗马的斗兽场 中世纪欧洲的大教堂 无一不是砖石结构 而中国的紫禁城 成千上万的构建 不靠一枚钉就能紧紧扣在一起 木材是这个庞大建筑群最重要的材料 是这个民族对树的感情 对木材的了解 和是否缺乏食材五官 好 对木材的好 对木材的课程 是我们�� 感谢观看 一间一间又一间 从一座小房子一直搭建出最大的皇宫 坚固亦永恒 石建筑是西方人在征服世界的旅程中 留下的一块块凝固的作品 脆弱亦清零 木建筑是东方人在顺应自然的生活中 为自己的心灵划定的一片栖息地 在这里我们冥想 呼吸 生老病死 淡然中成就另一种永恒 紫是古人心目中的王者之心 紫微来自天上 静是权力来自于人也失之于人 城是这一片连绵殿雨 在大地上的辉煌建设 太和门广场和它身后的太和殿广场 构成了紫禁城的重心 广场在中国的传统里叫做庭院 庭院源于古人聚居的居住形式 在共同的空间里 一家人围拢的不单是安全 更是中国文化里 相互关怀 照应和守望的伦理价值和亲情 一般来讲 家庭越大 院子也就越大 就像一棵大树那样 分枝抽条 开枝散叶 秩序分明 皇帝以天下为自己的责任 以国为家 他所住的皇宫庭院 也层层相依 紧紧相连 成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伟大宫殿 地皇所在便是宫庭 在家为庭 在宫则庭 传统民居 中轴对称 院落重门的格局没有改变 放大的空间 营造出超越民居的大格局 她不仅可以应付这个庞大家庭现实生活的需要 还处处 还处处担惊结虑 把王朝的秩序和信仰纳入其中 让帝王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展示和伦理的示范 这里曾经是皇帝一个人的庭院 体现着天下一人的权威 古代帝王 古代帝王以无限权力在他的家国里抚养天下 就体现在这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空间里 建筑的本质是界定生命活动的空间 正如杯子的意义是虚空的部分 而建筑物最重要的正是没有建筑的部分 这些现代的语言 其实都是在重复着中国几千年的智慧 实则虚之 是这个文化自然而然的精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 Gunther 洋 游达 地 搞 男小 冬 雪 振 枯 miserable 豪 感谢观看 正午的太阳 总是出现在正南方向 所以南门叫做五门 坐北朝南的是天子 所以正南方向的五门 就是紫禁城里最尊贵的大门 五门的行制 好像中国古代木建筑中的一个关键的连接部件 笋某 方位上属性智阳的五门 却采取了带着阴性异象的凹形形制 这其中充满中国古代哲学意味 孙某与他的外部空间形成的凹凸结构 指向阴阳和谐 标明有界与无形 其实相对存在 印证和象征中国人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 有容乃大 是他的气魄 古代电极周理中规定 皇宫的正门叫做智门 智也叫朱雀 是传说中一种火红的神鸟 武门凹自台顿上五座屋脊微窍的楼阁 心似五只举翅的大鸟 朱雀到底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 倒是凤凰好像近一些 所以民间茫茫称这里叫做五凤楼 满虽舍而常观 书恋掌握开河之道 才是真正的帝王 公元1760年 一场惨烈的战争后 战败者被千里迢迢押解到京市 当作战俘献给皇帝 这个仪式叫献抚礼 明清两代都在武门上演 城前上万的战俘 颤抖着跪在广场上 不敢抬头 武门长楼的最高处 皇帝端纵 在这个位置俯望 战俘皆匍匐于视线下方的地平线上 威严的气势中 君王忽然灿然一笑 下令赦免 一切罪罚于恐惧 忠诚于背叛 都化作乌有 这 就是武门 开河之间 威严与宽厚 瞬间转换 紫禁城的武门 从正面看 有三个门洞 从背面看 却有五个 其实 在五门正面 东西燕赤楼下方 分别还有两个夜门 就像两道暗门 于是 五门门洞 便有了 明三暗五的说法 这样设计 自然会有特定的规制 五座门洞中 除了中门 剩下的四个门洞 都是为王公大臣 进宫上朝设置的 每当早朝 大臣必须午夜起床 穿越半个京城 前往五门 大明会典记载 凌晨三点 大臣到达五门外等候 当五门城楼上的 鼓敲响时 就要排好队伍 钟声响起时 宫门开启 文武百官走东天门 宗室王公走西天门 东西两个拐角处的 左右夜门 平日不开 只有逢大朝之时 官员按文东五西 分别由夜门出入 今天 人们进入故宫 可以完全不理会过去的规矩 随意出入五门的各个门洞 包括居中的那个门洞 而在一百多年前 这座门洞是皇帝独享的通道 除了皇帝 只有很少很少的人 能从这座门经过 所以这条路又叫御路 皇帝之外 有一个人一生 能从这里进入一次 有三个人 能从这里出来一回 进来的人是皇后 皇帝大婚 皇后的花轿 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 沿着玉道 穿过五门入宫 这条玉道 就好像迎接新娘的红地毯 夫妻是人伦之本 中国文化更是强调阴阳和和 皇帝娶皇后入宫 自然要以天下最隆重的一条路 迎接他的到来 在紫禁城结束 这次考试的前三名 撞远 榜眼和炭花 接受皇帝的接见后 走出皇宫 三位幸运儿 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 才能走过的道路 这是天下读书人 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金榜提名的读书人 走出紫禁城 把以文治国的传统 使于天下 皇后从五门走进 为皇族血脉的延续 带来希望 而从五门走出去的三个人 则肩负皇帝的重托 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 各有一座角楼 它高居在紫禁城十米高的城墙上 作为城墙上的高点 它肩负着观察 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 从明永乐十八年开始 它静静地站在这里 将近六百年 它的形质 它的玲珑 护卫着这座宫殿的神圣 那是一段浮动着守护于尊严 生与死的年代 今天 那段岁月已经渐渐被遗忘 它退去了防御 镇守的历史角色 成为被我们眺望的 那个美的存在 角楼因为时光的细力 韵味十足 也许这时的它 才有了远离尘世的自由感 因为 它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到紫禁城的七夕之所 紫禁城的建筑 除了符合功能与审美的需要 也都符合八卦阴阳之力 所以 角楼也不会例外 它的绣间 是为了让二十八星秀中的角秀 住在里边 以镇守宫城 既然星宿下凡 那就要住大房子 而建筑 以楼阁为大 那这四座大房子 便取名为 角楼 从南往北 跳往紫禁城 武门 充满力量与庄严感 城墙 则无处不让人感觉 大气 厚重 而角楼的存在 让城墙的延长线在末端 向上微微翘起 厚重的城墙 如大鸟的翅膀 顿时轻盈 角楼 有六个西山顶 交地而成 三层屋檐 共有二十八个翼角 十面山花 七十二条几 文寿 共二百三十只 所有 九粮十八柱 七十二条几的说法 这种科学而精妙的建筑结构 使它成为紫禁城里 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 科学与美 完美地融为一体 一缕微风 如手指般 在角楼的梁柱之间 弹奏着潺潺音符 原来的它 静静地守护着工程 凝望着这个世界 而现在 却成为被人们观望的 最美的结构 它在水中的倒影 如此宁静 如一位经历了 风风雨雨的老人般 波澜不惊 生命的跃动 在它自己的跃章中 得到休息 避沟春水 小潺潺 直似长虹 曲似环 流入工程 才咫尺 便分天上 与人间 诗人笔下的玉河 就是皇宫里 唯一的河流 金水河 它的河水 来自北京西北的 玉泉山 山上的河水 由北向南 一路变换着名字 流入京师 这里 这里 它叫 昆明湖 这里 它叫 昆玉河 而蜿蜒 进入皇宫的 这一只 叫做 金水河 河水的源头 在西边 西方属金 金生丽水 金水河的名字 便由此得来 小河从西而入 进入紫禁城的 这个庭院 在冷峻危严的 皇城潜艇 留下这条 柔软的弧线 世上第一大皇宫的潜艇 是小桥流水的格局 这是风水中 背山面水的 尊贵设置 明代 这里曾经种植荷花 同时 兼备分区排水 供水 防火 和装饰的功能 本来只是一条沟渠 经过一番布置 就成了一幅 动人景象 金水河隔开的两个空间 被五座石桥相连 相对于天安门太庙设计坛的 另外七座外金水桥 它们叫做内金水桥 路和桥 在中国文化里 总被赋予各种意义 其中有家国的礼法 更有做人的信条 五座内金水桥 居中的是玉道桥 曾经作为皇帝的专用通道 桥面弧度 比民间石桥更为平缓 皇帝坐教入宫 前后教夫只需倾台倾放 便可以顺畅通过 遇到桥边左右两侧 是王宫桥 只能进出皇亲国戚 最外侧两座的品级桥 才是大臣行走的通道 这些都是内金水桥的等级 这条弧线 像一把拉满的弓 而五座金水桥 像是搭在弓上的五支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也曾叫做酸泥 我是龙的儿子 也是佛的坐骑 我本来自西域 东汉才到这里 化身大门守卫 看护家宅官邸 进入紫禁城中 只管保卫皇帝 身影并不孤单 伙伴就在附近 紫禁城里的龙不计其数 看门的狮子却只有六对 最大的一对就在这里 这对狮子一雄一雌 大概从明朝开始 就一直守在太和门前 看着那些通过五门 跨过金水河 进入紫禁城的人们 老百姓过年 家家户户放起烟花爆竹 祈福迎春 为了家宅平安 还会在家门上贴福字 请门神 原来紫禁城也画过门神 但现在人们只能看到我们 我们负责皇帝的家宅平安 也镇守国家的法统威严 我们虽然来自西域 却在这里住了几千年 不知不觉我们的表达 已经变成这儿的语言 他们的头和身体是圆形 底座是方形 体现中国古人 天原地方的地理认识 他们头上有四十五个发迹 呼应皇帝九五之尊的称谓 东侧是雄师 脚踩绣球 象征掌握设计 西边是瓷尸 抚摸幼师 抚摸幼师 象征紫寺昌龙 除了太和门 紫禁城后庭 乾清门 养心门 宁寿门 养性门 和长春宫前 也各有一对 行至不同的狮子 后庭的这些兄弟姐妹 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身上都是流金的 因为他们比我年轻多了 其实我们原来也很光鲜 我们在前朝值班 要挺起腰板 睁大眼睛 竖起耳朵 这里是皇帝宣读诏书的地方 我得时刻关注任何风吹草动 他们不用这么紧张 总是搭拉耳朵 眯缝着眼睛 因为那里是皇帝休息的地方 不能多听 多看 多想 最小的狮子 在慈禧太后住过的长春宫 慈禧太后权力比皇帝都大 她还是低调地 把狮子设成最小的款式 曾经的威猛童诗 此刻变得温馨静密 我已在这里看了几百年的世事变迁 不知道还会再待多少年 还好 我并不孤独 因为身旁永远都有她相伴 公元1850年2月25日 农历正月十四 元宵节的喜庆气氛已经弥散 道光皇帝在弥留之际写下一道诸语 此后灵魏不入太庙 不立神功圣得悲 庙最早是指祭祀祖先的地方 《礼记曲礼》中记载 君子将淫宫室 宗庙为先 旧库赐之 宫室为后 古时候 人们在家中有婚丧嫁娶等大事时 都要先去宗庙祭祀 为的是向祖先求得认可 天下最大的家是皇帝的家 最大的宗庙就是太庙 当年永乐皇帝按照周礼考工记中 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规定 在紫禁城的左前方建造了太庙 这里曾经安放过明清两代帝后的神位 太庙迎建的规格不亚于紫禁城里任何移动建筑 就宫殿本身的建筑高度而言 太庙正殿的高度甚至超过了皇帝主理朝政的太和殿 如今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以金丝楠木为主体的宫殿 殿内六十八根大柱 即主要梁部件全部使用金丝楠木 紫禁城自建成以来 经历了数次天灾人祸 但太庙都幸运地躲了过去 明清两代 这里一直上演着庄严的帝国礼仪 祭祖的三天前 皇帝和文武百官就开始摘戒 不饮酒 不吃婚 不处理刑事案件 甚至不看病 静候祭祀大典的到来 时光流转 道光皇帝在位之际 延续千年的礼仪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签署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 道光皇帝自敢愧对祖先 更没有颜面像列位先祖一样 接受后世子孙的祭拜 这才留下了那道亲笔诸玉 死后临位不入太庙 这一有违祖训的决定 显然难住了儿子咸丰皇帝 如果遵从父命 无疑把自己排除在爱新觉罗氏孝子贤孙之外 最终 道光皇帝的神位还是进入了太庙 不情愿地接受着后世子孙的祭拜 皇家祭祖的香火在1924年熄灭了 那以后这曾经的皇家禁地 变成了人们参观游览的公园 2011年9月21日 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 一场西方古典音乐会正在进行 而在500多年前 这里却是戒备森严的皇家禁地 在明清两代 这里被叫做社祭坛 除了每年两次定期的祭祀外 如玉出征 班师 县佛等重要事件 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典礼 每年春秋的祭祀日 皇帝都会在日出前一个小时赶往社祭坛 他要去祭祀的 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两位重要的神仙 社和祭 太社之神 名叫巨龙 专管土地 太计之神 名叫契 主管谷物 古人认为 土地和粮食是养育人民的根本 也是一个国家建立和存在的基础 社祭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国家的同一词 当年永乐皇帝在召见紫禁城时 按照周理中左祖右舍的规定 在紫禁城西侧建造了社祭坛 每次大祭前 都会将社祭坛坛面上的土 重新更换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每年英历的二月和八月 工作人员都会将坛面上的土翻整一新 因为这些土壤放在这里有着特殊的含义 明朝在继设计前 要从河南取黄色的土 从浙江 福建 两广地区取红色的土 从江西 湖广 陕西取白色的土 从山东取青色的土 而黑色的土则从北京取得 全国三百多个县 每县各区土百金 在从四面八方运往京城 五种颜色的土 扑洒在设计坛上 象征着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代表着海内的一桶 清代取土的地方 虽然与明代有所不同 但五色土 也是取自全国各地 契合了四十使令 自然是对封条与顺最好的期盼 古人敬畏自然 对于大地的膜拜已延续了几千年 但这并不能给封建王朝 带来江山永固 一九一一年秋天 这里在举行了最后一次计设计的仪式后 五色图的神圣地位渐渐被人们淡忘 这里也再没有了庄严肃穆的祭祀音乐 如今 人们来这里的目的 多是娱乐休闲 放松身心 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之声 每天早晨八天 故宫的门一扇一扇打开 太和殿广场是游人必经的地方 但曾经除了举行国家的重大仪式 这里没有人可以踏进 公元1661年 清朝顺至18年 正月初九 顺至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 八岁的爱新觉罗悬夜 将举行登集大典 凌晨三点 帝国最重要的仪式 开始准备 皇帝的布年 丹臂大月 中和韶月 鲁布仪仗 依次排列 皇帝登集的照书 表文 预洗 陈列完毕 中和韶月 城机 护士 组 大温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刻,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已打开 即时已到,礼部尚书恭请悬夜登上太和殿宝座 皇帝的面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物内部广场 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 世辰明边 广场上的官员向新皇帝行三跪九寇大礼 其实广场上的人 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 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足足有十米 而皇帝坐在宝座上 视线被单臂遮挡 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 他们只是在上演城市化的证据 唯有天在看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级大典 气氛肃肃穆 中和韶乐 单臂大乐 只是陈设并不演奏 但这乐章 每年至少会奏响三场 皇帝的生日 元旦 冬至 这三天 这个广场上 都会举行最盛大的仪式 除了这些国家仪式 这个可以容纳十多万人的广场 绝大多数时间 是空荡荡 静悄悄的 1945年 清华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10月10日 华北战区正式授降仪式 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这也是他最后一场国家的仪式 历史大戏的主角们 已经远去 留下着风云散尽的舞台 静静倾听着 后来者的足音 在佛教经典中 世界的中心 有座须弥山 因此 在佛国 佛 菩萨的造像 都供奉在须弥太座上 在人世间 帝王也居于高台上 于是 紫禁城的建筑 就有了须弥十座 中央这土 君公也 公元1420年 这里 雷起了中国 最高最大的土字 八米高台 三层须弥座 高台凝固了四千多年的古老鸡 材质从夯土变成硬石 可以观天 望气 观底 检阅 并能抬高木建筑 免受水清 关于石头与水 这三层台积 还有更巧妙的设计 石栏杆的每块栏板边 都有小洞 用来排水 每根望柱下 都有一个石雕瘦头 嘴里有穿破的圆孔 它叫吃 传说中 龙的一个儿子 喜欢水 大雨白如烈 小雨如冰柱 一千一百四十二个吃手 宛若千龙涂水 这些奇妙的部件 将实用和审美融为一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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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时间八点整 日轨 掌握时间的象征 设置在紫禁城重要的宫殿前 寒面和赤道平行 指针和地轴同向 有一些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 上下两面的刻度 从紫到氦 十二个时辰均匀分布 每年从春分到秋分的半年中 太阳直射在北半球 鬼真的影子投在鬼盘正面 从秋分到第二年春分 太阳直射在南半球 要从鬼盘的背面读取刻度 古人心中的紫禁城 与天上的紫微星园相对应 以紫微星园为中心 画出天下大地 在古代 人们就是利用太阳的影子 制定立法 直到有一天 古老的方式遭到了挑战 1669年 正月 武门 一场立法的生死对决 即将上演 虽然在明代 传教士已经带来了西方立法 但中西两派一直争论不休 难分高下 这一天 立法之争被权力之争 推到了最高峰 15岁的康熙皇帝 登基已经八年 但实权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 敖拜手中 敖拜支持的传统立法 推算方式出现错误 康熙意识到 这是打击敖拜的好机会 康熙和敖拜 一同来到武门广场 用不同的方法 测算正午时分 日影的长度 结果 传统立法再次测算失误 康熙意识的测算 则准确无误 记录天时 搬行立法 是国家要证 掌握这项受食权力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国家的统治者 科学带来了更精确的计时器 日轨的计时功能 已经淡去 但作为时间的象征 仍然注立在太和殿前 2005年 故宫博物院修缮太和殿时 发现木牌边上 依稀有满文的痕迹 这些痕迹正在讲述着 这个国家的变迁 主人在更换 主人对这里的界定 也在改变 1915年 袁世凯 袁世凯登基称帝 他把满族皇帝 镶嵌在牌匾上的满文抠掉 把汉文移到中间 现在 古宫外朝大殿的牌匾 都只有汉字 而在后宫 却还保留着满汉两种文字 1644年 满族皇帝成为了紫禁城的新主人 面对刚统一的国家 最迫切的愿望 就是和 第二年 三大殿重修完成 命名为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旁边配上了满文 太和殿 最初叫奉天殿 之后 他又改过一次名字 那是在公元1521年 明朝正德皇帝驾崩时 没有子嗣 作为最静止的宗亲 藩王诸后聪即位 改年号 家境 那一年 诸后聪十五岁 他已经格外在意 维护自己的正统名分 之后 他改建了紫禁城的多个地方 但在最重要的建筑上 还没有落上自己的标记 终于在继位四十一年后 机会来了 烧毁的三大殿重建落成 沿用曾经的名字 本是顺理成章 但诸后聪却下旨 改建名为 黄极殿 中极殿 建极殿 极 就是在屋内正中间 最高处的墓间 引申为 中正之道 诸后聪 用这三个极 标榜自己统治天下 符合中正之道 但这时的诸后聪 沉浸于炼制丹药 已经快二十年 没有上朝了 三大殿的名字 只是宣示着他 维护了大半辈子的名分 宽阔的广场下 大殿的匾额 仿佛一幅中国画 盖上主人的印章 映照出主人的心意 一两黄金 可以是明朝初年 一千五百斤精米的价格 可以是清朝初年 三个县令一月的薪酬 也可以是 一块地砖的造价 他们本是江南的土 年而不散 粉而不杀 经过绝 运 晒 推 冲 磨 筛 七道工序 露天放置整整一年 去掉土性 他们沉浸于 枯酥的水 经过三极水渠的澄清 沉淀 过滤 晾干 踏彩 摔打六道工序 他们练成稠密的泥 他们将要成为 紫禁城里的金砖 用木板 木框 做成模具 把泥放入模具里 工匠在泥上踩 直到踩实为止 去掉多余的泥 用木棍磨平整 砖的另一面 也要同样磨平 放置在阴凉处 硬干八个月 经过坑草 去除水分 片柴烧一个月 磕柴烧一个月 松枝柴烧四十天 一共一百三十天 烧至才完成 工匠爬上窑顶 向滚烫的窑内 浇水降温 冷却四五天 到了初遥的日子 漫长的过程中 稍有不慎 整窑砖都会毁坏 初遥的砖 初遥的砖还只是半成品 又再经过复杂的砍磨 浸铜油 每人一天只能砍磨三块 烧至着年代 规格 产地 都造府 工匠名的砖 由运河北上 直达北京通州 再经过官府 逐一严格检查 每用一块砖 必有三块以上被选 每选上的一律销毁 如此珍贵的金砖 也只有皇帝经常光顾的宫殿 才有资格陈设 紫禁城大部分地方 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无名工匠 复杂而漫长的劳作 使原本不明一文的泥土 竟有了黄金的身价 皇帝可以用四年的时间 照建一座工程 也可以用近两年的时间 紧紧打磨一块砖 速度与精致都微缩在 小小的金砖里 五百年间 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张椅子 坐到了这里 就能坐拥天下 1959年 我在一张光绪二十六年的旧照片上 看到了从前太和殿内的原状 雕龙修金大义 这就是皇帝的玉座 曾经在故宫工作多年的朱家靖先生 对第一次见到的太和殿玉座 写下了这段文字 玉座 玉座是皇帝的富豪 他是天下唯一的主人 两千三百七十七平方米的太和殿 乃至三万多平方米的太和殿广场中 再没有第二张椅子 一切的焦点都汇聚在宝座上 他被七级台阶高高托齐 相同香炉锐受围绕 仙鹤保佑皇帝健康长寿 宝像象征着国家安定稳固 宝瓶中成的五谷 大象托宝平而来 带来了丰收和吉祥 寓意太平有香 路端带来广博知识 显示皇帝身在宝座 通晓天下 屏风 周代诞生时 专设在宝座背后 以示天子权威 这把最重要的椅子 却在1915年被袁世凯撤换 从此没有人知道它的去向 于是根据这张照片进一步查找 终于在故宫一处存放破旧家具的库房中 发现一个残破的雕笼修禁大衣 1963年 故宫决定修复这件龙椅 宝座虽然精美 但坐得并不舒适 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依靠 雕石的十三条龙 时刻在警醒着皇帝 他坐的不是一把椅子 而是天下 国家的重心在紫禁城 紫禁城的重心在泰河殿 泰河殿的重心在皇帝的宝座之上 屏风 内津水河 前清门 外津水河 直向井山 长城 黄河 长江 如同层层涟漪 将宝座上发出的决策 扩散 扩散向天下 薄如禅意 柔似绸缎 轻若鸿 金箔在太和殿里 造就一个神话 故事后 人们把白天和夜晚 各分为六个阶段 传说每个阶段 都有一条龙 在天体上飞驰 六条龙相衔接 驾驭时间的流动 太和殿的中心 六根盘龙金柱 围绕出一个 金光闪亮的神圣空间 大金柱 高12.7米 直径1.06米 三四个人 才能围抱起来 这么粗的柱子 至少要在木材外面 披两层麻 抹六次灰 然后再用 粒粉贴金的工艺 装饰图案 南京的一家金箔厂 至今还保留着 这项工艺 中文字幕装饰图案 用煤油训练成的污筋直理 再进行两万次锤打 这道工序 现在已经由机器完成 但在古时候 人们要手工锤打 六到八个小时 才能把一克黄金 打成大约 0.5平方米的金箔 厚度只有万分之1.5毫米 没关系 贴上了金箔 六条盘龙 便在水浆崖纹上腾云驾雾 东边三根金柱的龙头 向西上方望 西边的向东上方望 和藻井中的金龙相呼应 金色的空间里 盘龙藻井 屏风 宝座 构成一个龙的空间 烘托出座上的真龙天子 六根金柱 恰似一幅横着的钱挂 钱是天运行的动力 周易说 十乘六龙已遇天 象征帝王统预着时势的运转 古人在这神圣空间内 演绎着天地的奥秘 这几个字 曾经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俯瞰着这个国家 曾经他也随同中国最后一个王朝 消失在历史中 1915年岁末 袁世凯拿下了清朝乾隆年间悬挂的扁连 从此 他们就不见了踪迹 愿红起 太和殿扁连修副总指挥 当时恢复这个扁的时候 一点资料都没有 我们就凭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1900年 一个外国记者拍的 照片上那太和殿大扁的那个位置 我们跟实际的位置进行了对照 设计出来的这个尺寸 照片上扁额的字迹仍然清晰 这是乾隆皇帝的玉碧亲书 上承天命的皇帝 应做九州万民的榜样 这是多么艰难的事 怎么能不恭敬呢 上天帮助同心同德的人 愿永远保佑天下太平 即是无极正中的梁 见即就是要建立 中正的治国方略 随是顺应的意思 由为道为法则 见即随有 是说天子上对皇天 下对庶民 都有神圣的使命 他应当中正的治理国家 顺应大道 当年皇帝呢 在这块贬下 无论是坐着和站着 他都要考虑到自己的责任 贬帘上的这些警惧呢 对他是一种约束 想着自己统治天下 行使权利的这些责任和义务 这副银帘 告诫皇帝 皇权寿命于天 祖宗创业艰难 守夜的君主 须敬天爱民 执政功运 永保四海太平 九州成青 西方的宫殿 雕刻具体的人物形象 人物也成为建筑的装饰 而在中国 悬挂的是书法 抽象的文字 宣示着观念 诺言 祝愿 目标 2002年 故宫博物院 上百人写作 一具1900年的照片 历时一年 复制了这套扁帘 建籍随游 时刻劝戒着君王 要保有这样的治国理想 尤其是我们作为宫廷历史研究者 就更应该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恢复历史 让人们知道历史所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们的责任 每年冬至 太阳照在北半球的角度 是一年中最低的一天 这一天 阳光照进太和电深处 照亮 见机随游 2005年 距离太和电上次重修 过去了310年 故宫博物院 在对他进行全面修缮 在天花板的上面 还有一个空间 称为举架 除了当年修建的工匠之外 很少有人走进 这次勘测中 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专家们查阳史料发现 雍正九年8月12日 雍正皇帝降旨 在紫禁城最重要的三个地方 养心殿 太和殿 前清宫 各安放一块浮板 养心殿 养心殿 是雍正皇帝起居 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 前清宫 前清宫是接见庭臣和史臣 举办严厌的地方 太和殿是整个紫禁城的核心 太和殿顶上的浮板有五座 建筑中心的早景正上方一座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朝向正中各供奉一座 上面刻的内容大致相同 只有守护五个方位的尊神 名号不同 灵支 竹台 香炉 这些供品既用于佛教 也用于道教 福板的正面刻着四层内容 汉传佛教的经文 佛教与道教融合的方位神的名号 藏传佛教的咒语 道教的玄机八卦 八卦中的北斗星 在道教中是天子的象征 被视作斗神 主宰生死 雍正八年起 紫禁城多处供奉斗神 这一年雍正皇帝得了一场大病 第二年皇宫里就安放了这些神秘的符板 雍正皇帝相信 不论修心还是治国 如是道都是共通的 只要新成 愿望就能实现 符板背面七十二道 太上密法镇宅灵符 也是七十二个愿望 符在汉代已经出现 许多民居的墙角或者屋顶都会安放符 镇宅保平安吉祥 驱轨避邪 压除疾病 不做噩梦 招财尽宝 家畜农田丰收 和睦 和睦 长寿 孕妇顺产 盗贼不侵 万事如意 雍正皇帝想借助大千世界 五方诸神 紫微天地 来庇佑 家国天下 房子 其实就是在讲述木头与泥土的故事 泥土夯实为地基 托起这根根木构 泥土也可飞升到屋顶 化作这片片琉璃 琉璃瓦 皇家的瓦 琉璃场古玩街 烧制过元明清三朝的琉璃瓦 乾隆皇帝大概觉得这个地方离皇宫太近 烧制琉璃的浓烟污染了蓝天 刺鼻的气味影响了空气质量 于是他下令将琉璃烧制基地迁到了西郊的门头沟 现在那个地方还叫琉璃渠也还在烧制琉璃瓦 给成型的瓦片上诱料 再次入窑 就能烧得色泽光鲜如同流利 不同的颜色正是因为 柚彩中含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 来 吃 红色的氧化铁釉料将烧成黄色的琉璃瓦 氧化铜的釉料烧成翠绿色 氧化骨烧成蓝色 在一切都有规制的紫禁城里 这些颜色的使用也是有秩序的 五行中的五种元素各代表一个方位一种颜色 黄色属土 土居中 帝王居天下之中 紫禁城绝大多数屋顶是黄色的 南三所未东 蜀木 主青 主生 年幼的皇子皇孙学习成长的地方 屋顶是绿瓦 北方属水 煮黑 神武门内东西大房用黑顶 不同规格的琉璃瓦 彼此咬合 层层叠叠 一直延伸到屋檐末端的瓦当 它的背上留有一个圆孔 钉入瓦钉防止下滑 整个屋顶的琉璃瓦就此连接成 密不透风的保护伞 为宫殿挡风遮雨 琉璃瓦本是泥土 生于大地 经过火的淬炼 水的洗礼 有了金子般的秉性 高高居于紫禁城的屋顶 这一刻 雨水滑过它们 带着它们的气息 滴落庭院回归大地 大家叫它真人或者仙人 它是齐敏王的化身 作战失败 走投无路 被飞来的凤凰所救 它安坐于屋脊 会带来绝处逢生的好运 它们从清朝时就站在屋顶上 身上的幼彩已经斑驳 龙是天下动物的领袖 能在水里游 云中飞 路上走 凤是白鸟之王 带来天下太平 狮子是万兽之王 威武的护法神 天马日行千里 追风逐日 海马忠勇智慧 通天入海 鸭鱼能起雨 灭火防灾 酸泥 骁勇善战 蟹智是忠诚正义的化身 斗牛 擅长吞云吐物 能风凶化鸡 它只在太和殿出现 它是举世无双的第十只狡兽 大家不知道给它起什么名字 看它排行第十 就叫它杭石 清代人说它是猴子 其实它有翅膀 手拿金刚宝杵 会降魔 它是传说中雷震子的化身 中国木构建筑物 最怕遭遇雷击 它是人们防雷的希望 它们也有建筑功能 屋极的坡度 会是几瓦下滑 焦梁上需要铁钉固定 为了保护铁钉 免兽鱼血侵蚀 脚兽就用来当作铁钉的帽子 并起到装饰作用 垂兽 呛兽 套兽 也都是一样的作用 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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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铭钉 曾经卖宽 但是 潑地方 一边לי 哎呀 魁不要 呮 用来 角兽最多的太和殿 除了举行国家重大典礼 平常的日子空无一人 唯有屋顶上的小兽 默默守望着几百年的寂寞 默默守望着几百年的寂寞 默默守望着几百年寺 四半月宅 默默守望着几百年寺 终 天地万物最神秘的那个点 静于动 爱于恨 静于退 智于乱 大千世界的平衡就决定在某个微小的点上 中和殿的圆形堡顶或许就是紫禁城保持平衡的终点 在这尊堡顶下的思考或许就是天下和谐的关键 紫禁城 前朝三大殿 礼仪与盛典 宏大热闹中 只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独自一人紧紧思索 康熙十八年 京师强烈地震 紫禁城里多处宫殿受损 皇帝不得不住进帐篷 索性 中和殿保存完好 8月14日早上 康熙皇帝前往中和殿 沈月天坛祭文 为第二天的祭祀做准备 在这间小房子里 康熙陷入了沉思 中和殿内的冥想 是皇帝出席重大活动前的必修课 出宫祭祖 祭祀设计 太庙 皇帝要在这里沈月祭文 太和殿举行大典前 皇帝也会先到这里稍事休息 在前朝 唯有这里 皇帝可以躲开随从 静静独处 审视自己的责任与过失 刚刚发生的大地震 被认为是上天的警示 天子必须做出回应 祭祀后 皇帝的罪己照出来了 他认为 发生地震 是由于自己 对于各地官员管束不当 以致立志松弛 天怒人怨 在这间房子里的独处 自省 或许会使皇帝更深刻地 体会到中和的意味 中 天下之本 和 天下之道 如果你能站在这里 你已经是帝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了 你有机会执掌帝国重拳 你能荣华风光 己世己代 这里 就是中国读书人梦想登上的殿堂 宝和殿 清帝国三年一次的殿事 就在这里举行 光绪三十年春天的一个清晨 两百七十三名书生 就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了紫禁城 经过层层高墙和众多宫门 他们来到了见证荣耀的地点 宝和殿 如果说 太和殿 就像毛笔字的启示 那么中和殿就是转笔 而宝和殿是一个秀丽的收式 而三大殿层层叠叠的白色单臂 如同云彩托起考生心中金碧辉煌的梦幻 来自广东的书生 商演刘也在考生队伍中 后来他撰文描述了这次难忘的经历 我在光绪三十年 参加贾尘科的电视 进入饱和殿坐下来答题的时候 我发现皇帝并没有像传闻那样清零现场 正中龙椅空空的 电视所用的考试桌 样子像抗击一样 只有一尺多高 盘着腿坐下来写文章 一般的考生都很不习惯 所以他们自带考试的桌椅 桌面是薄木板 四条灵活折叠的铁条扣在背面 就可以随身携带 拉伸开来就可以做桌腿 考生用藤框装着布箱 里面放着考试用的物品 这个藤框刚好可以当椅子用 安坐完毕将是整整一天的彼答 每个考生要把毕生所学 在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做出完美阐释 书写天下 此次电视的答卷 上眼流并没有描述 这份清朝乾隆年间的电视答卷 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考生以工整的楷书 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 在太阳落山前交卷 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 籍贯 本人 父亲 祖父的名字 身份 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 之后严密封存 电视第一名称为状元 第二名榜眼 第三名是炭花 明清两代六百多年 累计文状元不过两百零八名 这一年电视 商眼流高中炭花 他有幸享受了皇帝才有的待遇 从正中遇到出宫 当时他不知道的是 这种仪式在他之后 再也没有人享受过 第二年 清廷就废止了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 商眼流因此成为末代炭花 中国也进入了变革的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明朝永乐年间 冬季的北京城 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庞大的队伍 缓慢前行 这是向紫禁城工地运送食材的队伍 召见紫禁城需要大量的巨型食材 这些巨石来自于北京西南角房山的大石窝 距离紫禁城九十公里 运送的道路漫长而艰难 那时 这条道路上出现了很多凿井的人 井凿得很密 一里地一口井 这让沿途百姓颇为费解的举止 其实正是解决运输难题的关键 待冬天到临 运送的仙头部队 从井里集水泼洒在路上 使路面结冰 于是工人和罗马便可以拖拽石头 在冰面上滑行 其中最大的一块 即使用这种方式 仍要动用超过两万名工 两千头罗马 每天只能缓慢移动三公里左右 经过二十八天的艰苦旅途 才送到工地 它被安放在前朝三大殿的北端 经过南宫巧匠的金星雕琢 紫禁城里最大的一块石雕 终于浮出水面 是 在冰面上滑行 汹涌的波濤 荡漾著仙草 流動的浮雲 九條盤龍翻腾起肩 寓意著皇帝生活在高高的天宮 這塊最大的石雕 重達兩百噸 被安放在飽和墊後面 稱作雲龍的石雕 當時其實還有一塊同樣體積的巨石 因為搬運工程實在太艱巨而只得放棄 那塊石頭至今還靜靜地躺在石場裡 那些同樣費盡心力運到紫禁城的巨石 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宮中軸線上 百年之前 這條路是沒人敢走的 只有皇帝才能通過 他被稱為玉道 玉道不用最好的食材 而是用最大的體量和最好凡的人工 顯示這條道路的至尊地位 雲龍石雕 就是前朝遇到的終結處 呈現給世人的一個巨大感嘆號 和今朝遇到的老頭 百年很離譜 一切的雍龍石雕 老少爺 有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